日前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大理分院 在开展大理鸡足山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中 用红外相机记录到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黄猴雕 猕猴等多种珍稀保护动物的珍贵影像 画面中 两只黄猴雕来回在一棵倒幅的枯树上玩耍 时而抱着树干磨蹭 看起来憨态可居 黄猴雕 缠成队和集群小群活动 具有强烈的灵体意识 它们喜欢在地面突起物或者树干上 黄猴雕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主要栖息于各邻居 黄猴雕虽身形不大 但能像狼一样围捕猎物 每次出动都是成双成对 有时还会带上幼崽 组成多达十几只的群体 另一片空地上 一群猕猴正在林间觅食 一只猴宝宝骑在妈妈身上 还有一些猴子翻开石块或树叶寻找食物 猴群生活十分惬意 今年5月以来 项目团队在基础山 布置三条动物调查阳线 安放了30台红外相机 通过三个多月的监测 以初步拍摄到 珍惜保护野生动物十余种 并且回报至组